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晚上好 欢迎收看11月20日的凤凰美洲新闻 新闻首先带您来关注 美国白宫发言人迈克纳尼20号召开了近两个月以来的首次记者会 他表示有关大选的法律诉讼仍在进行当中 特朗普没有计划承认败选 他也否认白宫向总务署施压 拒绝承认选举结果 阻碍政权过渡程序 另一方面 华为公司副董事长孟晚舟引渡案听证会 本周在加拿大温哥华继续开庭 来自加拿大边境服务处的证人城镇 参与2018年12月在温哥华机场拘捕孟晚舟行动中 没有按照经验来合理分工 审问过程中也超错笔记 早上9点40分左右 孟晚舟在保安的陪同下 抵达不列典哥伦比亚省高等法院 她身穿黑色外套 孟晚舟丈夫刘晓宗 中国驻温哥华副总领事王成军都到场旁听 来自加拿大边境服务处的证人表示 不记得是谁指示要获取孟晚舟的电子设备密码 而拒捕行动当天曾两度想要结束审查 但被另一位督察告知要等待指示 又向他提供来自国家安全部门的问题 导致盘问时间延长到仅三个小时 同一天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以视讯行事 参加在马来西亚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对话会时 回应孟晚舟引渡案 本周加拿大国会以179票对146票正式通过动议 要求联邦政府在30天内做出决定是否允许华为参与加拿大5G网络建设 华为公司发表书面声明强调公司为加拿大97%的人口提供所需的网络基建服务 12年来从未发生任何安全事故 下周更多来自加拿大执法部门的高层将会出席听证会 而相关的证词将会用于在明年2月举行的有关滥用程序的正式庭审辩论 法官希望最快可以在明年的4月作出裁决 福皇卫视祖克勤武警黄山来自温哥华的报道 中国当代艺术家郭燕与西班牙艺术家佩佩伊迪尔格合作的艺术展灵魂的元香 在温哥华正式开幕 两位艺术家在加拿大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通过艺术合作完成了中西艺术交流的对话 在加拿大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 来自中国的艺术家郭燕 以及来自西班牙的艺术家佩佩伊迪尔格 用一年的时间在温哥华与艺术进行交流 共同完成了50张艺术对话框以及两幅绘画 并在温哥华举办了灵魂的元香艺术展 联合展出了他们的艺术作品 郭燕认为两人在语言无法顺利沟通的情况下 纯粹与艺术交流完成的合作意义非凡 认识以后过了20多天 那个裴佩和他夫人就到我工作室来拜访我 然后就说我们能不能一起合作 因为佩佩她说西班牙语 我说中文我们俩的英文都比较差 然后说一起合作 用绘画的方式来对话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西班牙艺术家佩佩伊迪尔格表示 她的作品的灵感来自于传统文化以及历史故事 灵魂的原乡艺术展充分体现了艺术无国界的精神 并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与合作 凤凰卫视苏惠文 一鸣江温哥华报道 好 观众过后我们来看更多的消息 感谢回来 我们来看今天来自美国各地的简讯 由于新冠疫情反弹严重 加州州长纽森宣布 州内进入紫色最高限制级别的41个郡 重新开始实施居家令 所有非必要工作 活动和聚会 必须在晚上10点至次日凌晨5点 宵禁期间停止 该命令从11月21号起正式生效 将持续至12月21号 之后是疫情发展的趋势 决定是否继续延长 而在宵禁期间 有需要的民众依旧可以去超市 药房 出门遛狗或取外卖 而疫情最为严重的洛杉矶郡 已在本周初宣布 餐馆 酒庄和非必要零售场所 需在晚上10点至早上6点期间关闭 同时餐厅室外客容量 需限制在50% 与此同时 南加州多个军的警察局长表示 不会强制执行州长的命令 他们将以教育居民自愿遵守规定为主 只有在极端的情况下才会对违法行为采取惩罚措施 研发新冠疫苗的制药公司辉瑞20号宣布 已向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就他们研发的新冠疫苗 正式申请紧急应用授权 另一家宣布成功研发新冠疫苗的美国企业莫德纳 预料也会很快提出申请 对此领导白宫疫情应对小组的副总统彭斯表示 相信疫苗最快会在数星期内在美国获准使用 不过有专家就强调疫苗是否安全 仍是审批程序最重要的考虑因素 辉瑞行政总裁布拉表示 他们已生产了超过2000万剂新冠疫苗 可以在获批后数天内推向市场 辉瑞截止今年底预计生产5000万剂 明年的产量可以达到13亿剂 莫德纳的行政总裁邦塞尔也表示 只要获得批准 他们会尽快将疫苗面试 预计莫德纳今年内能够生产2000万剂新冠疫苗 风宏卫视综合报道 我们来关注一组来自两岸三地的短消息 亚太经合组织APA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20号晚 以视频的方式举行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等出席 会议聚焦讨论亚太地区新冠疫情和经济复苏 习近平发表讲话时指出 应该携手构建合作共赢的亚太命运共同体 促进自由开放的贸易和投资 习近平还表示中方高度重视亚太经合组织作用 将继续支持组织的发展 始终不宜扎根亚太建设亚太造福亚太 中国愿意同亚太各方一道 共创共享亚太和平繁荣美好未来 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不断迈进 凤凤卫视综合报道 好 休息过后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财经消息 感谢后来 在财经方面 美国周五是全线收跌 虽然辉瑞制药已正式申请新冠疫苗紧急使用授权 但美国的新增并力激增 使投资者怀疑当地经济能否快速复苏 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的分歧加重了市场压力 我们来看星期五华人街股票市场走势情况 美股在周五早是一开盘呈现涨跌互线的格局 科技利股持续是债幅上升 但传统工业股是呈现下跌低开低走的格局 说法是三大指数都是以债幅下跌作收 而且标普500指数和道琴斯平均工业指数 还是三周以来首次以下跌一周结束 那么标普下降0.8% 而道琴斯是下降0.7% 那么投资人在星期五继续关注的 当然是选情的进一步的发展 然后就是疫苗在近期是啤酒性的消息出台 那么居家社会的股市 因为现在美国特别是纽约等地区 又继续有一些封闭的行为 所以Zoom和奈飞公司都是呈现了上升 而在早盘的时候是微染公司和苹果公司 一度小幅上升 现在也在收盘时呈现了小幅增长 走跌获利回头拍摄了迹象 石油价格呈现债幅走高0.13% 主要是也是看好疫苗近期 可能会有落实的消息出台 而黄金是略微小上升0.49% 是1870块七毛钱一盎司作收 主要还是希望有经济刺激计划出台 所以这些消息对美国的行业类股 和美国的投资人情绪 都造成相当大的影响 那么传统工业股和金融类股 在标准波尔500支出11大行业股当中 是跌幅最大的 特别是在星期五的时候 摩根大通以及美国银行高顺公司 都是受到投资人的抛压 总来说 在星期五华尔街股票市场 心态是相当的审慎 疫情疫苗当然还要选情 是主导大事的方向 以上星期五情况 凤红玉石旁者纽约报道 我们来关注由TD Ameritrade 德美利证券提供的 全球财经指数 全球财经指数 第六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家大学生 创新创业大赛总决赛 11月17日在广州拉开帷幕 本届大赛的质量与含金量 都创历史新高 世界前100强的大学中 有一半以上有学生报名参赛 本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家大赛 自启动以来 共有来自国内外117个国家和地区的 147万个项目报名参赛 在本届大赛的参赛名单中 世界名校比比皆是 如牛津大学 剑桥大学 卡奈基梅隆大学 康奈尔大学 伦敦国王大学 帝国理工大学 莫斯科鲍曼国立技术大学等等 大赛举办六年以来 有越来越多海外高校大学生 认可大赛 参与大赛 大赛已经成为深化创新创业 教育改革的重要载体和平台 成为世界大学生实现创新创业梦想的全球盛会 本次大赛通过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 实现全球参赛者同场竞技 其中 中国大陆参赛项目团队 抵达华南理工大学 参加线下比赛 中国港澳台地区参赛项目和国际参赛项目 通过Zoom视频会议软件 线上参赛 实现线上同声传译 体现了疫情下举办国际赛事的新范式 经过激烈的角逐 最终六支团队从147万个项目中脱颖而出 获得冠亚继军 其中来自北京理工大学的参赛团队获得冠军 参赛项目为新网测通项目 来自清华大学和厦门大学的两支团队 分别获得亚军 参赛项目分别为高效能工业边缘AI芯片及应用 和西人马中国MEMS芯片行业领军者项目 来自莫斯科航空航天大学 慕尼黑工业大学 卡奈基梅隆大学的三支团队分别获得冀军 他们的项目分别围绕航空航天领域 医疗领域 人工智能领域进行 在美国卡奈基梅隆大学 共读人工智能专业硕士学位的 陈兴宇带领的团队研发的项目是 E-Mental Health多能态情感识别系统 用语音图片跟视频信号作为输入 利用人工智能算法来判断用户的心理状态 从而帮助人们更好地关注自身的心理健康 项目体现出参赛者对世界对人的关切 因为我看到有很多名校参加 像剑桥 Standboard UCLA 他们都是非常好的学校 对 但是我们会把压力转化为动力 有更好的学校参赛 就说明这个比赛在国际上的认可度越高 这也进一步提升了我们整个比赛的知名度 以及受众面 而这样一个更有更广受众面的比赛 也是一个更好的平台 供我们去展示我们自己 所以这其实是一个优势 更多的好学校来参加 同时也进一步激励我们 去更加努力地去完善我们的产品 争取做出一个最好的产品 来给大家去展示 在本次大赛中 参赛队伍们围绕医学生物 环境保护 能源开发 新材料 新基建 高端制造 人工智能 航空航天等领域 向评委和观众展示项目的关键技术 应用价值 市场前景等 体现了大学生创业经验世界 用创新改变未来的理想 凤凰卫视 实际记者周一新 林汉琴 洛杉矶报道 我们来看一下未来24小时的全球天气情况 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以上就是这节新闻 更多的新闻资讯 请登陆凤凰新闻微信平台 感谢关注 让您稳健一生 中国东方航空 全新启航 静候您到来 劳力士华人独家代理 李新华翡翠金城 纽约人寿 传家之宝 华民胜律师事务所 联合赞助播出 请不吝点赞助